大家好,我是Alien,今天我来给大家研究一下Bluet Spell这个活动 然后这个活动是15天还是16天,然后现在还有12天,趁着还有12天赶紧讲一下 然后这个活动的话前4个阶段,1,2,3,4的话是送银币和两个Ticket,然后两张票 银币我就不多说了,然后5,6,7的话是3个Ticket和高级账号和银币 这个6是1高级账号,7是2天高级账号,然后前面一共能获得的票加起来是8加6 8加6的话是8加9,8加9的话是几张票,然后后面的话这个后面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这个瑞典车加3000高级账号加8张票,然后这个的话是45张票 也就是说这个瑞典车只值37张票,所以大家自己斟酌一下 然后这个完成任务的条件就是做Mission这个任务 就是正常的任务和游戏中获得的经验 然后算一下,如果你只要每天都玩的话 基本上8个阶段都完成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任务没有S3D任务那么赶 然后的话算一下一共能,如果你不选瑞典车你选票的话一共能获得的票是62张票 17加上45吗 然后瑞典车的话,瑞典车是什么情况呢?这个车 其实数据蛮一般的我觉得,而且 但是这车挺一般的,但是不能说做吧 但是就是蛮一般的,我觉得没有特别强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看吧 等我打到了,我看这个换车的情况跌到什么情况 然后这个换车的这个的话是能发现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的话现在是还有8万8千辆车 然后的话是一种是拍卖 一种是左边是拍卖,右边是这个抽奖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里一共9辆车的话 每过12个小时会降低一次价格 一共9辆车的话,首先这里面最珍贵的车肯定是59 而且59价格也是最贵的 59价格没有S3D贵 然后首先就是说这里面值得换的三辆车 值得换的三辆车是59 最值得换的三辆车是59 59、S3D和T62 我觉得,我个人知道 然后我看最不值得换的车 这些车的话我大概有一半有 然后还有三辆车,但是都玩过 然后最不值得换的车是KV5 KV5这个车现在相当弯弱 但是弱到爆炸 然后但是这个车也就是基本 然后KV5是不推荐换的 然后345迪这个车的话 就是7级车我也不是很推荐换 而且KV5的话要250张票 我觉得麻烦 就现在250张就按照这个 你要换KV5的话 不如换 不如换T34 或者是换黄尘米57 我是觉得这样 然后KV5的话 734的Independence这个车 我觉得也不值得换 不过这个车非常便宜 比这个4级车还便宜 比762还便宜 不过为什么 突标标的不对 大家也没有换 734是个轻坦 762是个重坦 然后反正最值得换的是59和IS3D 这两个车我觉得有钱的话最好换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然后KV5的话比较适合新手 但是我觉得新手的话换734 Independence也可以 然后的话 72313这个车的话是传继组装 现在是可以用金币买的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车数据也蛮一般的 不如T62 如果不考虑票的情况 但是他比这个T62便宜就比较少 125这个车的话 125这个车比较难玩 但是还是蛮强的 但是因为DPM被销了一点的话 没有那么强 但是还是可以玩 娱乐性比较强的一个小车 但是打钱的方面的话就比较一般 因为这车比较吃金必大 而且炮弹数量比较少 只有60% 然后的话 如果是我 我会先换59再换 我刚好我这个号是新号 然后这六个车一个都没有 看吧 我到时候应该会先换S3D或者换59 我应该是到时候这两个里面选一 那抽奖的话我就多说了 这个抽奖还有两种 抽奖这个事情 人者见言知者见知吧 反正像我这种最近运气差到爆炸 我还是不抽了 但我也有 看到有人 据说已经有人抽到59 好像群里 能抽到59 然后的话换票的话 125金币一张票或者是 3125全局一张票 然后前段时间全局打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换 我是换了大概6万全局 前段时间全局1比30 我才换了6万 大家就是有看我那个公众号的话 应该都有换吧 因为在这个活动之前就已经曝光了 说是那个任务是全局或者是用金币 我们来算一下 我们来算一下这个大概的价格 算上你不够能获得 如果你不选一个人坦克的话 你一共有45张票 然后45张票的话 现在59是350 还有9千多辆的话 我估计59会 真正开始少的时候 大家就是真正开始抢的时候 是在300 在250张票的时候 我大概觉得 250张票你减去 你获得60张票的话 大概是200张左右 200张乘以125金币多少 200乘以125 25000平币 有点有点多 25000平币 我买什么不好 要买一辆59 所以好吧 那估计就是大家真正开始抢的时候 还会更低 现在150张票的时候 150张票的时候 150成125金币 如果8750平币还是好够 大概 我突然发现这个活动好像并不是很划算 然后我就觉得吧 好像对我这么一算 我好像说动了自己 好像这个活动并不是很划算的样子 反正大家自己看着办吧 反正坦克的数据的话 是实时发生的 应该是几分钟就会发现一次 然后应该是 反正坦克就在那里 大家不用担心 我觉得到一 大家可以完全可以等到 只有1000辆的时候 就几百辆的时候再就换 我觉得也来得及 如果毛子不搞事情 什么1000辆一下就没了的这种事情的话 毛子一般都比较诚实 不会搞事情 然后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先等等 如果就是不急的话 可以有 活动快结束了再换 因为他说了每12个小时会降低一次价格 然后的话 就活动持续12天的话 也会降低24次价格 然后抽奖的话 人得监言之的监词吧 然后对这个活动的话 分析就到这里 然后还有问题可以留言问我 或者可以直接发家请问我 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的话 其实还是蛮不错 因为总共有人会抽奖 会抽到很多啊 这个活动 所以游戏里的那个45张票是 12天结束 然后这个抽 幻坦克和抽奖的话是25天 在这个 在这个 比方在 在屏幕的左上角上面写25天 然后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大家完全不要着急啊 就是等到最后几天再换 肯定会是最划算的时候 然后对这些活动分析就到这里 大家有问题 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是发交信问我 谢谢大家